我們蔡董事長周竹仁 還有金管會的邱副主委 還有一會各位先進 還有貴賓大家好 我是KPENG林全新 我想主辦單位把議程 我的section排在第三個部分 我覺得是蠻有特色的 因為我這樣看起來 應該是一個bridge bridge 產學之間的一些介面 然後呢 希望透過我的一些 簡報工作跟大家報告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所有的一個大的趨勢 但這個趨勢呢 我想ES學的趨勢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要稍微再break down一點 我們只看今天跟綠色金融3.0 TCFD或者是氣候相關的資料庫的趨勢 第二個部分是實務案例跟應用 我想實務案例跟應用 特別是在金融業投融資的部分 除了主管機關很重 是各個金融機構大概也試著 想要去仔細的推敲跟建立這樣一個工作能量跟資料庫 那到底國際上是怎麼樣應用的 這部分大家也想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KPMG每年應該說每兩年在全球會針對永續報告的出版 還有裡面的一些內涵做一些調查跟研究 從這一個5800多家去調查全球的企業裡面 還有每一個國家跟地區的前100大企業跟全球前250大企業 我們台灣在5800個公司的統計裡面 等於是58個國家跟地區全部都名列前茅 在前10名 所以這可以看得到這幾年在政府帶動之下 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那如果去細細的推敲TCFD這一個章節 不管是用單獨報告 或者是在這個報告書裡面做一些揭露 從台灣的這個揭露比例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有很顯著的成長 從2020年的43%到2022年10月 最後的統計是67% 成長了20幾個% 那以這樣子來講到底是哪幾個產業在談 這種TCFD或資料庫的應用是最多的 台灣的前100大的公司企業產大度最高的產業排名 是紅色粉紅色highlight出來的那幾個產業 跟國際上不太一樣 我們highlight出來的包括TMT電信科技媒體 跟金融服務業還有化學製品業 各位可以特別看到 以這個台灣的N100 就是全球每一個國家跟地區的前100大的企業來講 在這個採納跟使用TCFD做揭露裡面 我們的金融業算是非常的前進 但如果再細細的看 整個TCFD它的一些評估標準跟揭露的架構 從這裡面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端倪 畫面的左下角在跟我們所提到的 是台灣的這些企業有43%去crank說 我的氣候風險其實是有遵循TCFD這樣的一個揭露架構 但是右邊就是整個structure來講 從風險跟治理上面來講 其實算是揭露的還不錯 那國際上有一些best practice 包括日本法國 在這種CEO的承諾governors 這部分其實都會借接到董事會 不管是討論案跟報告案 但在做這個辨識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我們這個session在談資料庫 所以氣候相關的一個風險衝擊 只要是跟情境分析有關 跟可以使用的情境來源 或者是情境範圍跟明確的一些時程規劃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 其實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裡大家都看到 就是清一色的紅燈 沒有一個項目是進展比較好的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出所有的揭露報告 所以這裡面就是有一些trick的地方 跟我們需要調整跟做應用的 再去細細的看一下 這張圖表我們看最下面的台灣N100 就是台灣的前100大企業 去遵循就是我們主管機關要求 剛剛前面講的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要記載這個的事項準則 談氣候風險 那裡面我們的揭露情況 使用情境分析的大概8個percent 所以再加上那個淺藍色的一個percent 是包含財物量化的衝擊的評估 加起來總共才9個percent 那後面就是一些敘述性的衝擊描述 佔了七成 那最後一塊再是沒有揭露這種氣候風險 所以我想這個揭露的方式跟比例 你如果稍微把台灣的情況 跟Global前250大企業 就中間那個G250企業 兩個相比 你可以發現到有一個落差 第一個部分是在使用情境分析 跟財物量化這一塊的比例 我們是9個percent 但是在全球G250 就是全球前250大企業 大概都已經佔到兩成 那敘述性的這一種衝擊的描述 我們還有七成 但是人家大概有47個percent 所以這種一些顯著落差 如果說我們的金融業要打亞洲盃 或者是這個世界盃來講 這顯然可能還有一點點的gap 那就其所以然 大概再往細節我們再做一個展開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氣候相關的資訊的揭露事項 這個東西是上市貴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裡面要寫的一些內涵 裡面總共有9點 第9點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就是在做溫室氣體的盤查跟確信 這也是大家現在全民總動員 但是最上面的那一塊 從1到4點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都是在談直化的一個敘述 因為那是一個必須的揭露指標 所以我們大家在中間的 不是強制性的揭露指標 包括從第5到第8點 使用情境分析去評估 然後甚至是做內部探定價 或者是說有設定氣候目標 要怎麼樣去做減排的這個scope 要怎麼樣去描述清楚 其實講白話 就是我們追求的仍然只是compliance 那以這樣子來講 其實看起來 如果要再往前一步走 這個有一個gap 這個gap就是現在的企業現況 如剛剛各位所看到的 這裡面或者是所有法令規範要求 我們一定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實際的關鍵落差 其實就是落地要應用的東西 那我們還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情境 跟財務量要分析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說 怎麼樣的一個資料庫 可以幫助我們執行跟推動做好這件事 所以氣候變遷的這種風險資料庫 在金融業裡面 我想各位大概都碰到中間的以上這些問題 你為了要去衡量投融資標的碳排 跟去做分攤計算 或者是選擇哪一些指標 甚至建立減碳的路徑跟目標 常常大家都會開始講 很執行層面的 大家講說投融資的筆數那麼多 到底要怎麼樣一個一個去算這種碳排 客戶應該不會理我吧 很實務的問題 那客戶的一些相關的統計資料 那個產品 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區產生 或者說我如果找不到資料 我可以用產業係數來推估嗎 那我收集不到資料到底要來怎麼做 其實這裡面 等一下我們除了在這個簡報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以外 其實我相信座談裡面 也可以有一些經驗來討論 那原則上在右邊的一些主要principle 特別是第一個數據的品質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重點 我們大家都知道資料的收集 在數據品質上分為初級 或者是次級的數據嘛 所以當然是最好的就是 你可以直接收研跟找到的資料 然後再來才是應用一些資料庫 但是現在非不得已 我們還是得要去整合跟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要去meet這些管理意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氣候風險資料庫 大概可以採用的指標 那這裡面呢把它分類為大概是從業務跟投資機會 還有風險管理 我想呢風險管理的角色在之前的統計 做這種compliance的一些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特別是不管說氣候變遷的議題是不是可預測的 在建模或者是在每一個金融業裡面 去針對這個議題做一些調整規劃制度 或者是設計收研都做得很好 那那一些指標不外乎都是碳排 軟化潛式氣候風險值類似這一些目標 但我們應該不是只是要避險 或者是看曝險而已 實際的應用應該在右邊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怎麼樣透過這個資料庫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的綠色營收 或者是說低碳轉型的分數 甚至是低碳的專利的分析 類似這一些應該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大概看一下實物案例大概怎麼做 那這是法國安盛第二大保險公司 它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整理了這個資料 大概去用幾個不同的面向去談說 從特別是中間它所使用的database 大概是provider是哪一些 那它用這一些不同的database 它有一個特色 在台灣我經常發現在詢問的時候 很多的這個金融業都會說 有啊 我們公司有買Brimber資料庫 我們公司有買MSCI的資料庫 但您知道有資料庫那個裡面的局限性 或者是單一加的資料庫不見得是適用你的業態 或者是在同資的業務上面 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國際上 這一些公司它在使用資料庫的時候 它會去根據剛剛我們談的右邊的這一些不同的指標 然後去找尋適合的這個資料庫來應用 那這個是它用完了這些資料庫以後 進一步去能夠揭露的時候去分析出來 實體風險的成本佔營收的比例大概多少 轉型風險佔營收的比例 綠色收益佔營收的比例 甚至以下整個實體跟轉型跟綠色收益的 各種不同的氣候風險值 甚至是投資的碳足跡 我想這才是我們除了風險以外 其實要看的這個機會的一個部分 那FUSI 就是這個FUSI指數 也就是我們主管機關 這個台灣指數公司所使用 證交所台灣指數公司所使用的FUSI RASO 這一個資料庫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指標 那這邊我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主要是在量化、績效或產業特別的一些指標單位 特別是一些能源耗用的部分 那MSEI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指標 特別是用來分析煤炭電力原油跟天然氣 就是這一些油氣跟高碳排行業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把它展開的時候 您就可以看到細節 不是只用一個資料庫 就可以這樣子來進行所有的分析 那資料庫應用的企業案例 我們從融資上來看 融資第一個在HSPC 它根據這樣子的一個排放貢獻 去鑑別不同的高轉型的風險產業以後 然後去分析這種的不同的排碳強度 它就可以用不管是百分比 或者是絕對的一些平均 或者是數值碳排去揭露六個主要 剛剛說很重要的那些產業 它的一些相關的碳排強度 那投資上面來講 它所使用的一些計算工具 算出來以後它還會再去跟 MSCI 跟 Carbon Emission 相關的一些資料庫做比對 所以它不管是把它營運據點 跟這個MSCI的指標來做比對 或者是裡面可以再去分析說 那以開發市場或者是開發中市場不同的一個 市占的比例 實際上的應用 那再進一步呢 就可以針對投資組合裡面的產業別 甚至是個別分析它的一個碳排強度 然後再跟資料庫回去做比對 所以等於說 不是只是單純依賴資料庫 資料庫是你的好幫手 那資料庫呢 裡面的一些細節 到時候呢 在商機或者是金融業在通知的應用上 其實應該理想上可以長成是這樣子 那最後呢 我想要提醒各位 就是我們在討論很多TCFD的事情 或者是氣候風險資料庫 但其實在談這個資料庫的時候 可能同步 大概也要關心一下這個資料庫 以後在TNFD上面的交互應用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一體兩面 氣候跟自然衝擊相關的風險 TCFD跟TNFD兩個的差別 一個除了現在已經announce 另外是TNFD今年9月要announce以外 兩個最大的差別在最下方的這個系統風險 所以實體跟轉型風險 在TC跟TNFD兩個其實都是有的 但是系統風險談的就是 一系列的這個氣候環境 跟連鎖效應還有這種蝴蝶效應以後 結果造成生物多樣性的這種連鎖反應跟衝擊 所以這個東西在建相關的資料庫的時候 可能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其中一個情況 比如說生態系平衡的改變 海平面上升 那海洋化學性質或土壤的化學性質就不一樣 所以這種東西是一個聯動 那金融業呢 其實像法國80銀行已經有開始在做生物多樣性的蘋果 所以這種就是內部呢 也有點類似這個這七八年來 我們在氣候風險資料庫上面去打下的一個基礎 從這樣子的一些不同的分析範疇 特別是對水產食品塑膠 或者是飲料加劇消費品資料上 不同的行業別去收集不一樣的資料範疇 然後去定義說它的一個不同的風險熱點在哪裡 其實這樣的應用在金融業已經可以開始看得到 那其實不是只有COP26、27這個 談氣候的COP 生物多樣性的COP 也都談了15年 所以像這個是在COP15 在談生物多樣性的這個 這個剛剛公約裡面 台灣有七家企業陸榜 這個所有的對生態環境衝擊影響 比較高的一些行業 那裡面的一些排名 我想有很多的產業 應該也是我們現在在做TCFD的時候 的重點產業跟衝擊資料庫 所以我想我的簡報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資訊 除了TCFD以外 我建議大家應該也要把TNFD這件事情合起來想 並且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一個整合性的 並且是跨領域的 以上 謝謝 謝謝